女孩难为情地解开上衣 小丈夫满脸傻香地张开了惊讶的嘴巴 下一秒她竟然把她赶到地上去睡 女孩本想拒绝她却说 林多只能顺从地睡在地上 期望能够讨得丈夫和婆婆的喜欢 这场荒诞的婚姻还要从她四岁的时候说起 那年她还是个小奶娃 母亲和媒婆当着她的面讨论要把她卖个好价钱 等到她长大十五岁就把她嫁过去给皇家延续香火 终于林多长大了 被一辆轿子抬进皇府做少奶奶 她一把掀开红盖头 好奇地打量着婚房 屋外突然电闪雷鸣 吓得她浑身颤抖 一双皮鞋映入她的眼帘 她躲在红盖头下 祈求丈夫不是个丑八怪 也不要是一个老头子 当皮鞋走到她面前时 她再也忍不住扯下来盖头 却发现丈夫是个小毛海 我一定是求菩萨求过的头 这时丈夫突然拿出只蜥蜴 吓得林多失声尖叫 如此幼稚的丈夫 自然让林多做不成女人 生不出孩子 婆婆却把罪过全怪在林多头上 因为丈夫欺骗婆婆 说是林多不愿意跟她睡觉 林多有苦说出 当晚只能主动解下衣裳 希望丈夫能开窍 可她终究是个孩子 根本不懂这些 林多和丈夫就像姐弟一样 躺在一张床上 她没完只能看见 她背上的大飞制入睡 白天还要喝着各种 乱七八糟的助孕中药 可她的肚子还是没有动静 婆婆上来就给了她一巴掌 还没等林多反驳 婆婆的手指又戳在了她的脑门上 立声斥责她是只不会下蛋的母鸡 勒令她从此以后不准出门 只能在床上躺着 直到给她生下一个孙子 婆婆还吩咐下人关进门窗 不准给她逃出门的机会 被关起来的林多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动静 发现家里的女佣 怀了帮工的孩子 可帮工不承认孩子是她的 于是林多脑海中 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她把自己弄成一个神经失常的人 经常发出怪叫 引起婆婆和丈夫的注意 然后找机会冲进祠堂 说老祖宗给她脱梦 告诉她要尽快离开皇家 不然会给他们带来大火 婆婆当然不信说她发疯了 林多为了佐证自己说的话 她编出了三个不祥的征兆 第一个就是丈夫后背的大黑质 她会慢慢腐蚀掉丈夫身上的肉 第二个是她的牙齿会全部掉光 如今已经掉了一个了 第三个是家里的女佣 老祖宗已经把皇家的子孙 存放在她的肚子里了 女佣本就被臭男人抛弃 自然不会戳破林多的谎言 古代人最是性命 林多这一套说辞下来 婆婆彻底相信了她说的话 就这样一件三雕 女佣变成了少奶奶 皇太太得到了她想要的孙子 林多也得到了一张自由的车票 她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在这里又组建了一个家庭 生下了一个天才象棋少女 林多也因此变成了一个炫女儿狂魔 到处跟人说她的女儿有多优秀 但威福利最不喜欢母亲这样 威胁说她以后不再下象棋了 可没想到母亲居然没说什么 只不过她再也没逼过威福利 威福利主动找到母亲说自己只是说气话 她愿意继续下象棋 林多只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就像一句魔咒 威福利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象棋天赋正在消失 她再也没法预判对方的棋数 连自保都变得越发困难 从那以后威福利事事都想讨母亲欢心 甚至嫁给了一个认为母亲会喜欢的华裔 可母亲却在她婚礼的前一天 突然说自己不想去参加了 威福利终于爆发了 她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总是对她不满意 却不知林多只是以为女儿在嫌弃她 嫌弃她对她的生活指手画脚 母女俩多年的误会终于解开 他们终于找到了爱对方的方式 而像他们这样的母女还有三对 22岁的于非红美的不可放物 男人为了讨她欢心 徒手劈开一个西瓜掏出瓜嚷 轻挑地伸出舌头去舔食 这样油腻的举动成功吸引了她的注意 如此轻浮的男人就这样拨动了音音的心弦 她挽起了秀发换上了气袍 挽着男人的手和她步入婚姻的殿堂 很快她就为她生下一个孩子 但林霄是个情场浪子 结了婚姻就和其他女人暧昧不断 最初音音还能假装看不见 默默忍受她的风流 林霄却越发过分 在儿子满月酒的宴席上公然和歌女调情 音音再也受不了了 把家里的盘子砸了得吸碎 拿起碎片要跟林霄拼个你死我活 林霄却无所畏惧还力声呵斥音音 骨子里的懦弱和屈服 让音音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瘫坐下来 此后音音陷入了中毒抑郁 经常莫名发呆 这天竟让半大的儿子溺在了水中 等她回过神来儿子已经彻底没了呼吸 痛定思痛的她结束了这段婚姻 移居去了美国 有了第二任丈夫还生下了女儿丽娜 可她依旧放不下过去的阴影 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丽娜 母亲长期的抑郁和忽视让丽娜的性格变得敏感 她总是想法设法去讨母亲开心 希望可以得到母亲更多的关注 后来的某一天病得很重的母亲突然想开了 觉得过往并不是那么重要 丽娜也找到了自己的结婚对象 特意带母亲来参观自己的新房 但却被母亲发现冰箱上的账单 原来丽娜紧进母亲的教会要做一个独立的女人 所以她跟男友的一切都是AH 她有着比丽娜高七倍的工资 却是个十足的抠门鬼 吃饭时她点了三个荤菜 丽娜只点了一个沙拉 她却要求丽娜跟她平分饭钱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 丽娜虽然感觉这种关系是不正常的 但她为了让母亲觉得她过得幸福 一直默默忍受着 母亲却不想让丽娜继续忍受下去 她年轻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她不希望女儿再走她的老路 于是她鼓励丽娜勇敢说不 找到真正爱她尊重她的男人 最后丽娜听从母亲的建议果断分了手 而结果是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 一个真正尊重她爱她的男人 丽娜跟母亲的故事告一段落 接下来讲安美和她的母亲 从小别人就告诉安美 她的母亲是不守父道的狐狸精 因为她四岁那年父亲去世后 母亲就做了大户人家的小妾 因此被外公外婆赶出了家门 有一天外婆重病卧床奄奄一息 母亲回来后二话不说拿起刀 在胳膊上割下一块肉炖给外婆吃 因为民间流传这个方法可以救命 母亲这是在她的方式尽小 但外婆还是没能救回来 舅舅们再次把母亲赶出家门 安美觉得母亲根本就不是外面人说的那样 于是跟着母亲去到了新家 但母亲的丈夫无亲还有三个太太 大太太身体不好不管是 二太太养着唯一的儿子十分得宠 三太太只有两个女儿过得不好 而母亲就更惨了 她只是无亲的发泄工具 在这个家过得连下人都不如 有一天安美得知了母亲不守父道的真相 原来母亲是被无亲强迫的 她怀上了无亲的孩子 被外婆赶出了家门 她只能去求二太太收留她 殊不知二太太是看上了她肚子里的孩子 在母亲生下弟弟过后 她就把弟弟占为己有了 母亲曾想过一死了之 但她还念着安美 如今把安美接过来了这里 本想着可以让她过好日子 但无亲不做人 小妾正在陪女儿睡觉 可老爷却突然要求同房 小妾没有办法只能叫女儿起身离开 自己则向案板上的鱼 等待着老爷发泄着授欲 女儿安美就这样在门外听了一夜 她为母亲的遭遇感到十分生气 母亲却安慰她没关系的 她已经习惯了 但安美不一样她还小 还有无限希望和可能 为了给安美争取更好的生活 她选择了劫自己的生命 在母亲的葬礼上 安美终于学会了耐喊和反抗 她怨恨地告诉所有人 母亲是含冤而死的 三天后就是大年初一 如果不好好给她一个交代 就等着她上门寻仇吧 吴老爷一等人怕急了 在灵堂发誓将母亲扶正 也会把安美和弟弟一起抚养长大 多年后安美为了躲避战乱去了美国 生下了女儿露丝 她把露丝培养成新时代独立女性 不仅十分自信而且很有主见 这种品质深深吸引了泰德 她把露丝带回家要跟她结婚 但泰德的家世十分显赫 她的母亲看不起华裔劝斯离开 泰德却十分坚定一定要和露丝结婚 最后她不顾家里的反对 和露丝组建了家庭 起初他们也十分恩爱 但露丝一直觉得自己的家世不如泰德 于是回归家庭一心照顾泰德 但泰德不需要顺从她的妻子 她需要一个并肩同行的伴侣 显然如今的露丝已经失去了自我 泰德对这样的婚姻十分失望 尽管后来露丝为了挽回这段婚姻生了一个孩子 但泰德依旧选择离婚 还要把他们住的大房子卖掉 露丝绝望了她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安美知道以后过来劝她 女人不仅要做好一个妻子 母亲 女儿 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露丝幡然醒悟 在原来她在结婚后变成了泰德妻子 完全失去了自我 于是当泰德回来跟她商量离婚事宜的时候 露丝大声地让泰德滚出她的房子 也不准带走她的女儿 泰德知道她爱的那个露丝回来了 从前露丝说过泰德的爱是意义生辉的 而她的爱是渺小微弱的 这种想法大错特错 爱从来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后来泰德又重新追求露丝 俩人又重新拥有了幸福 第三对母女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其实影片中还有一对母女 是母亲为了让女儿成才 逼迫她成为最优秀的人 最终女儿辜负她的希望 成为了普通人 电影中的这四对母女都是认识的 她们都是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美国 组成了一个喜福汇聚在一起打麻将 靠着麻将的娱乐 怀念祖国回忆往昔 影片的主旨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母女之间的传承 母亲总是希望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全部交给女儿 希望她们不要走自己的老路 但人生总有偏差 由于时代不同性格不同等因素 母亲传授的经验也十分有限 但有一点无庸置疑 爱几方能爱人